一眼大名鼎鼎的穆连长,便爱上了这个前来支援的医疗队成员莫莉,莫莉本想跟她握手是好,但穆建峰却没敢伸出自己的遭手,简单的几句含羞后,她便跑到了小河边,用河水将自己清醒一下,当兵多年的她从未见过这么漂亮的女孩,更是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心动。 等穆建峰归来时,却发现众人已经离去,唯独莫莉一人静静地坐在原地,原来她是因运车身体有些不适,穆建峰见状主动帮她拎起行李,而莫莉也莫名地对这个男人心生好感,他们二人此生的缘分也就此开展。 这日莫莉在医治一个腿部受伤的时鞭,莫莉劝说她等伤养好了再干活,可男人却坚持立即动工,连队人手不过她不想因为自己耽误进度,莫莉气之下找到了正待开会的穆建峰,认为是她对手下太过严厉无情,才导致大家身负重伤还坚持干活,结果面对她的指责,穆建峰表现得一脸不屑,直接说不大家散会并当扛走人,好在有其他同志主动解释情况,之所以他们着急赶攻, 是因为上级下达了命令必须尽快完工,而他们这帮铁道兵也会在完工后,就会被通知转业拖下军装,此刻穆建峰的心情比谁都沉重。 莫莉听完当晚便找到了穆建峰,主动向她承认了错误,是自己不了解情况善下结论,然而穆建峰并没有生她的气,自从莫莉来到连队,就没日没夜地照顾大家,士兵的集体腹泻更是让她忙得焦头烂额,莫莉对连队的付出,穆建峰都看尽了眼里记在了心里, 这日莫莉搭穆建峰车来了走步,可灰确实却迟迟没有看到莫莉的身影,正当她四处寻找时,意外听到了莫莉的声音。 干嘛吐这样啊,老师不说,那你面对本人就不说,是不是也跟她不算不死的? 穆建峰这才意识到莫莉已经有了男朋友,失落的她只能默默地转身离开,结果在离去时听到了莫莉的哭声。 这晚忍不住的莫建峰,主动向莫莉询问了情况,这才得知对方是在国外,他们二人常年以电话的形式沟通,而对方一小心眼常常怀疑莫莉,也是通过聊天莫建峰了解的,莫莉在明天就要离开这里了。 莫建峰建议她多留一天,因为明天是联队的联欢会,希望莫莉可以为大家献首歌,顺便鼓舞鼓舞他们的士气,结果在大家为莫莉欢呼时,台下却没有莫建峰的身养。 事后莫莉通过打听才得知,莫建峰应攻递出了问题一直在加班加点,这一晚的莫莉莫名了有些失落,明天就要离开的她,也许与这个男人此生再无瓜葛。 这一晚的莫莉独自一人沐浴时,突然发现外面有人偷看,惊吓过度的她大声呼叫,众人闻迅也赶了过来,众人纷纷猜测这个男人是谁。 莫建峰闻迅连夜赶了回来,并召集了所有士兵调查真相,她认为这是给军人抹黑,是给整个连队抹黑,可认凭莫建峰如何逼问,众战士都信誓旦旦地表示不是自己所为,莫建峰也相信自己带出来的兵,不会做这种品行败坏的事情,于是当务之急还是去见了莫莉。 原来莫莉本想在昨天就离开这里,是莫建峰极力挽留才又多待了一天,莫莉认为莫建峰是在混淆视听,而莫建峰则认为她是在诬赖自己的手下,仅听一个手电筒就能看清外面有人,莫莉一气之下将他们带进了屋,并准却描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 莫建峰的态度让莫莉很是崩溃,并怀疑莫建峰是有一塔户自己的战士,原本他们二人对彼此刚刚有了好感,结果经过这件事闹了个不欢而散,莫建峰根据莫莉指出的位置,在外面看到了一个鞋印,经过测量是38号的假,很快这件事也传到上级耳朵里。 保卫科的人开始对联队深入调查,最后只有小董的鞋子符合38号,在他们调查的过程中,莫莉被安排在暗处偷偷观察,事后领导询问她是否看清楚了面貌,莫莉不想让莫建峰整个联队跟着受影响,于是决定放弃调查此事。 希望领导可以稀释宁人,可他们坚持要彻查到底,将小董关押了起来并逼迫她承认此事,莫建峰认为仅平一双鞋根本不算正确,小董应担任着重要职务,眼下当务之急必须将小董带出去,结果一莫建峰的蛮后务力与对方发生了冲突,好在关键时刻莫莉出面压下了此事,她决定在同一时间再次重温那晚发生事情, 这次意外地发现窗口站着一个猫头鹰,她正是莫莉口中的那的大白脸,这件事也就此告一段落,可正面毫不知情的小董还在工地干活,战友们纷纷嘲笑她是偷窥贼,这让小董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这时莫建峰突然感觉要有意外发生,于是命令大家立马撤离,小董本就因腿部受伤走得缓慢,在关键时刻她却重新反了回去,莫建峰终究来晚了一步,小董就这样在爆炸中失去了生命,临终前她还辨别说, 说着自己约往,并不是他们口中的那个偷窥贼,小董的理事让沐建峰深感自责,要不是她强行带小董重回工地,也不会发生这样的意外,可令沐建峰更加崩溃的是,上级竟然认为是小董有愧故意自杀,他们的猜测让沐建峰当场震怒,原来小董是为了挽回谨慎的电缆,才失去了自己的生命,转眼在工程结束之后,整个连队也迎来了他们的退伍之日,沐建峰含泪于 众人做了告别,小董的离世,也让她和莫莉无法真正地靠近彼此,沐建峰轻眼看着心意的女人离开,没有说出一句挽留的话语,她甚至自己配不上这么优秀的女人,两个人的生活轨迹也就这样渐行渐远,转眼三年过去了,沐建峰在部队转业被蹲退到了市里文化部,过起了喝茶水看报纸的悠闲生活, 而莫莉则依旧时常守在电话亭,等待着那个不知何时能接到的岳阳电话,这男朋友是整备有意安排的,虽然已经交往了多年,但却始终从未见过一面,这日在莫莉做班的时候,意外看到了曾经的战影,对方告诉她沐建峰被分配到了文化部,她的一句话让莫莉沉风已久的那颗心,再次起了波兰 当天莫莉并忍不住地给莫莲锋拨去了电话,可在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又不知该如何张考,于是便仿称想要寻找外办的张主任,莫莲锋告诉对方打坐后便挂断了电话,换了电话的她似乎听出来是莫莉的声音,但响又认为是自己恍惚了,随即莫莲锋便拿着股邪火发到了接线员身上,被骂累痛的接线员仔细查看到记录,发现并不是自己接错了地方,不服气的她又再次给莫莲锋回播了过去, 并很肯定地告诉莫建峰自己没有接错,下班后莫建峰如愿来到食堂,意外地发现对方竟然是,当年和莫莉一起来部队支援的赵益勤,一莫建峰出来乍当,赵益勤成为了她在这里的第一个朋友,每日他们二人一起吃午饭,赵益勤总是把自己的那份分给莫建峰,此刻莫建峰并不知道,早在三年前自己就住进了赵益勤的心理, 这日莫莉在公交上被流氓骚扰,恰巧这一幕被一旁的莫建峰看到 莫莉听出来这是莫建峰的声音,而莫建峰也早在刚刚就认出了莫莉,他们二人默契的灰心一响,似乎曾因纳断了的情缘又被再次牵起,下车后他们二人随便找个地方坐下,并相互聊起了曾经的过往 欧美情趣的莫建峰竟然带着莫莉去爬了山,因爱与男女受受不侵 莫建峰只好用包带拉着莫莉前行,结果好不容易爬到了山顶,又突然下起了大雨,看天色也黑,他们便随便找个地方站住一宿 他们有意无意地聊起这几年的过往,莫莉期待着莫建峰会向自己表白 可在莫建峰的心里,小董当年的离世,却是他永远跨不过去的那道坎,虽然这些年自己深爱着莫莉,但一看到他就莫名地想起小董 因此这份对莫莉的爱,他选择了暂时搁浅 这日莫莉再次接到了那道岳阳电话,可这一次的莫莉显然已经不再期盼 甚至有了想要拒绝父母安排婚姻,他们的对话全称被接线员赵益琴监听 第二日便天又加醋地告诉了莫建峰,还说莫莉找了个洋人男友 他们每日的早餐都是面包牛奶,赵益琴本想借此机会劝退莫建峰 没想到他的挑拨离间,却给了莫建峰想要追求莫莉的决心 当天下午他便去了莫莉工作的医院,想要找机会向莫莉表白 没想到莫莉却抢先一步,给了莫建峰一张电影票 约他下班后一起去看电影,好巧不巧的是 在昨天莫建峰也同样收到了赵益琴的邀约 于是在三四两后他选择拒绝赵益琴 虽然赵益琴表面上妆的毫不在乎,可内心却早已千疮百口 莫建峰虽然没有明说爽约的原因,但他深知自己已经输给了莫莉 这晚莫莉下班后本想回家换身衣服 结果却被通知有国外的电话找他 让莫莉不要走开,对方一会还要打 莫莉就这样等了一个晚上 他本想通知莫建峰,却又害怕错过了电话 可贪心的他却深深伤害了莫建峰 这一晚的莫建峰独自看完了电影 电影结束后莫建峰给莫莉打去了电话 电话里莫莉极力解释着自己没去的原因 可莫建峰认为已经没有那的必要了 莫莉本想约莫建峰出去逛逛 但却遭到莫建峰的拒绝 第二天莫建峰照常和赵益琴一起吃午餐 赵益琴递给他了面包和馒头 并选问莫建峰想吃哪个 在那的年代面包是很难得才能吃上一次 可莫建峰果断地选择了馒头 他深知自己和这种羊东西哥哥不入 还是馒头吃得踏实 随即莫建峰拿出了一条裙子 为了昨天爽约的事情道歉 原本赵益琴已经做了做疗伤 本想把这件事忘到脑后 没想到莫建峰又再次提起 昨天的那场电影赵益琴也全程在场 在他看到莫建峰身边的空座时 就明白了一切 他们二人的眉目传情 全被远处的赵益琴看进眼里 本以为自己还有机会追上莫建峰 结果莫莉的再次出现 又将他打回了原形 都说女追男阁层杀还真是一点都不假 昨天爱信誓旦旦要与莫莉断绝来往 今天莫莉的主动口怀送爆 又让莫建峰鬼迷了心呛 忘记了莫莉爽约的事情 第二天一大早 莫建峰就开着一辆破地普车 接莫莉去交游 一路上他们聊起各种过往 更是畅想起美好的未来 结果莫莉聊着聊着就睡着了 不忍让莫莉被阳光直射的莫建峰 充当起了人工遮阳伞 这一刻他只想静静地看着莫莉 这个女人他爱了三年 等了三年 这样的感觉像梦境般一样 醒来的莫莉看着他满头大汗的样子 便明白了一切 莫莉将莫建峰带到一家西餐厅 可莫建峰却不适应这种刀叉的感觉 更是认为自己与莫莉不是同一个世界的人 这时莫莉告诉莫建峰 自己明年就要出国了 莫建峰意识到莫莉要去接受父母安排的婚姻 没有深情的告白和挽留 莫建峰只是低着头狼吞虎咽地吃着 这盘并不属于自己的一大利面 可莫建峰不知道的是这只是莫莉的即将法 他想让莫建峰主动向自己表白 回去的路上车子好巧不巧地熄了火 莫建峰各种查看却一直找不到原因 一旁的莫莉则表现得很是心急 不停地看着手表 因为每天这个时候 他都必须要接起那对岳阳电话 否则对方就会各种找他的毛病 莫建峰看出来他有些着急 于是便没耐心地告诉莫莉 让他自己先坐公交回去 直到这刻莫莉还在为自己狡辩 故意表现出自己不是狠急的样子 还认为是莫建峰在这里没事找查 结果他的咄咄逼人彻底激怒了莫建峰 那你去告诉他 一个退伍老铁他正在追你 他没钱没钱没出息 恐怕一辈子最大的出息 就是能够把你给追上 你没有对我表白过 莫莉一直在等着莫建峰的主动 只要他勇敢地说出 那就我喜欢你 莫莉就可以为了莫建峰 放弃出国放弃大好的前程 更是会违背父母安排的婚姻 可大男子主义的莫建峰 却认为一切尽在不严重 没必要说出那些肉麻的话语 就这样倔强的两个人 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 这一晚的莫建峰没有回家 而是来到总机值班时 他想要听听这次的岳阳电话 莫莉会不会勇敢地说出实情 那我要跟你解释多少 被你太相信了 你能不能说点实话 这次莫建峰彻底失望了 莫莉天生爱三访的毛病 让他认为刚才的真情流露都是假 正当赵益勤劝说他的时候 电话里再次传来声音 原来是赵益勤着急忘记关了监听 他们的对话被对方听到 对方一直不依不饶地要找领导 更是对赵益勤的行为感到愤怒 原本莫建峰就一肚子怒火 再听到他的声音后干脆直接爆发 不得不说女人都是贪心的 既想要享受荣华富贵的生活 又要想要追求浪漫的爱情 他这种犹豫不决的性格 让沐建峰深刻意识到 只有自己的事业走上巅峰 才能够拥有莫莉这样优秀的女人 于是他放弃了工作选择下海经商 很快自己的公司也成立起来 每天忙于工作的他根本无暇顾及莫莉 最终安耐不住的莫莉 只好主动登门拜访 果然在他们前脚盖里拍 赵益勤就乐颠颠地来给沐建峰送饭 在听说他被别的女人叫走后 赵益勤意识到这个人就是莫莉 一出来莫莉就说出了自己此行的目的 你回我走了 原来莫莉已经结束了上一段感情 拒绝了家里人安排的婚姻 他想要大大方方地走在沐建峰身旁 成为沐建峰此时唯一的女人 可此刻沐建峰并不知道 因为那日他偷听莫莉长途电话的事情 已经被上级领导知道 他们要求赵益勤说出 那晚在值班室的男人是谁 赵益勤派影响沐建峰的前途 于是宁死都不肯说出实情 领导意气之下将他调到了偏眼山区 赵益勤不想告诉沐建峰真相 想再领走前再见一次沐建峰 并提出想要约他看一次电影 沐建峰听完并没有多想便答应了他 结果在电影刚好开始的时候 赵益勤便说出了自己要被调走的事情 沐建峰听完顿时炸了庙 直接将赵益勤当场拉了出来 再通过询问后才得知 赵益勤是因为那晚偷听的事情受了连累 他命令赵益勤哪里都不能去 就乖乖地在这里继续上班 大不了我养你 沐建峰只是出于战友之情 说出了那句我养你 可对赵益勤来说确实会错了一眼 他认为这是沐建峰对爱情的誓言 第二天沐建峰便将赵益勤带到了公司 给他安排了职位和住处 沐建峰的好心帮忙让赵益勤有了家的错觉 更是认为这个男人可以托付终身 这晚沐建峰刚回到家就接到了莫莉的电话 挂了电话的沐建峰便来到了医院 原来莫莉谎称有事情找他 可实际上就是想要找沐建峰聊聊天 莫莉早已听说了赵益勤对沐建峰的情谊 于是话里话外地提醒沐建峰 要注意和赵益勤的相处方式 不要让对方产生误会 可无论莫莉如何点拨 沐建峰都没太明白他的意思 你要是不懂我的意思 不知道我认错一点 小赵认错了 他可不饶人 我人说曹操曹操操就当 赵益勤正面半夜接到了寻找沐建峰的电话 原来是和火人难免有些急事 可在赵益勤给沐建峰宿舍打去电话 却被告知沐建峰接的电话便出窮 赵益勤思考了半天 突然猜到这个人可能是莫莉 于是他试探性地给莫莉值班 是去了电话 果然在那里听到了沐建峰的声音 你吓死我了 我要真死了 你会不会悲痛欲止 然后孤独住我 莫莉的这次意外让沐建峰紧张不已 他很害怕会就此失去了莫莉 本以为这是结后重生的喜悦 没想到等待他们的却是更大的暴风 莫莉刚与沐建峰依不舍地告了别 便发现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原来是莫莉的前男友回了国 虽然他们二人已经分了手 可郭东海认为莫莉逃不出自己的手掌心 他从国外给莫莉买了很多衣服 还为他定制了一枚婚件 当即便强行为莫莉带了上去 郭东海这系列自以为是的行为 让莫莉彻底崩溃 郭东海的暴躁让莫莉有些胆怯 怕甚至这个男人狠起来有多可怕 更是担心郭东海会因此去整治莫建峰 于是他选择了忍气吞声 暂时不与郭东海正面冲突 而正面的莫建峰在与莫莉分开后 也遇到了一系列的糟心事 他原本与人佛伙做交换机生意 结果对方去是个骗子 拿了钱财就消失不见了 每日都有人上门讨战 挠得焦头烂额的莫建峰 主动给莫莉宿舍打去了电话 让对方帮忙转达自己 不能再去陪他看电影了 转达人物以为莫莉没有在家 于是便将纸桥贴在了门上 结果却被回来郭东海看到 他早已强行帮莫莉请了假 还将莫莉软禁在屋里 不允许他随意走动 但今年因郭东海有重要的应酬 于是便要求莫莉换上衣服陪自己出席 他们前脚刚离开木建峰就来了 在听到邻居说莫莉国外的男友回来时 木建峰一瞬间心情跌落到谷底 他误以为莫莉又放弃了自己 还真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原本心情就低落的木建峰 又再次遇到上门讨债的人 他们一要不回钱财 直接选择强行搬走屋内的东西 结果双方在争执的过程中 木建峰受了伤 木建峰刚包扎的回到家 就发现郭东海在楼下等他 情敌见面分外眼佛 他们之间的火药味莫命地加重 木建峰早已料到了他此行的目的 而郭东海也不藏着野者了 直进了当警告木建峰离莫莉远点 并且不支持地说 莫莉已经答应了自己的求婚 话语间还不忘显摆自己的权势地位 像木建峰这样的失败者 单粹就没有追求莫莉的资格 他的话让木建峰略感难堪 也只能提前行驶送客的群力 没想到郭东海依旧不依不饶 依旧继讽讽刺木建峰 最终他们二人撕打到了一起 可郭东海哪里是木建峰的对手 一个回合便将他赶了出去 虽然木建峰暂时获得了胜利 但那甚至自己就是那个失败者 这个女人已不再属于自己 女人即便被伤得体无完肤 依旧在幻想着男人说出那句我娶你 可这个创业失败的钢铁直男 早已没了再谈爱的资格 虽然木建峰已经说出了最痛最后的话 可在面对莫莉的苦苦纠缠时 最终他还是心软了下来 试图与这个女人共同面对风雨 回去的路上莫莉再自保证 等郭东海依过后 他就会给对方写信说清楚一切 虽然莫莉早已与郭东海分了手 可郭东海本就在这里全是滔天 再加上他对爱情的偏执 莫莉担心郭东海会做出对木建峰不利的事情 为了能让木建峰放心 他主动拿出了提前写好的信 结果在拿信的过程中 那枚婚戒也被带了出来 看着这说大的钻石戒指 木建峰的自尊心再次作祟 他认为自己拼命一辈子 也不会买得起这么的大戒指 说罢就要强行给莫莉戴上 他想再次将莫莉推到郭东海身边 这样美丽的女人他真的不配拥有 木建峰听完并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将戒指交到了莫莉手中 随即无情地离开了这里 木建峰刚到家等待了就是法律的制裁 原来合伙人骗了大笔字 尖逃之夭夭了 作为法人的木建峰只能暂时抗下这些罪行 赵益晴在听说辞事后 立马收拾了木建峰的衣物和洗漱用品 他深知木建峰这一去不知何时还能回来 第二天便四处找人打听情况 对方告诉他如果能主动归还钱 也许可以从轻发落 最后赵益晴找到了原来的连队领导 让他想办法就出木建峰 而这面毫不知情的莫莉 在多日没看到木建峰后主动登门寻找 结果邻居在看到他后 却支支吾吾地没敢说实话 失落的莫莉刚下楼 就看到了等在外面的郭东海 郭东海故意告诉了他实情 并说木建峰这次出不来 希望莫莉不要再惦记对方 郭东海的话对莫莉打击很大 他不再照顾郭东海的感受 直接跑到电话厅询问木建峰的下落 最终得到了肯定的消息 第二天莫莉偷偷见了木建峰的战友 在了解情况后他深知木建峰是妖望的 于是莫莉想要寻求律师的帮助 没想到这个律师还是很老色鬼 非要莫莉陪自己去参与来应酬 官司的事情便在酒桌上谈 无奈之下莫莉只好跟着来到了餐厅 大家不停地劝说莫莉喝酒 在遭到了莫莉的拒绝后 律师要求他为大家献首歌 拿出自己求人的态度 无奈之下莫莉只好为他们献唱一首 一瞬间他感觉自己像得跳凉小丑 在大家讽刺的眼神中尽情展示 可为了木建峰莫莉愿意牺牲 想开的他主动倒立被红酒一眼而见 没想到对方又得罪进尺 想要占莫莉的便宜 好在关键时刻郭东海敢要过 郭东海没有说话 只是默默拉走了莫莉 这一次走投无路的莫莉终于低下了头 只要郭东海答应就出木建峰 他愿意乖乖地随郭东海出国 从此与木建峰不再有任何联系 虽然郭东海已经决定帮助莫莉 但还是说出了损多伤害莫莉的言语 郭东海唯一的要求 就是让莫莉乖乖在家等着好消息 然而莫莉不知道的是 木建峰的事情已经发生了转机 合伙人被警方扎获 木建峰最终被无罪释放 出来的木建峰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赵一琴 团长告诉他这个女人每天四处奔波 为了木建峰更是整日以泪洗面 赵一琴的付出让木建峰很是感动 而团长也在此时给了木建峰一个机会 派他出国做通讯团见十年 回来欧局里会给他一个很高的职位 这让一向对通讯类感兴趣的木建峰开心目已 这一晚木建峰趁着酒劲承诺要娶赵一琴为妻 他的话让赵一琴很是激动 这一天他足足等了三年 赵一琴当场表态要陪木建峰出国 陪他在那里共同奋斗十年 正面毫不知情的莫莉 还在每天数着日子等待木建峰的出狱 他期待着郭东海给自己再来金子 然而此刻的木建峰却徘徊在医院门外 他想彻底跟莫莉做个两段 也彻底告别过去这三年的感情 可木建峰犹豫了很久 还是选择了不告而别 最终安排不住的莫莉给局里打去了电话 结果得到的却是木建峰早已出来的消息 他不明白木建峰为何没来寻找自己 为何不同自己分享这个好消息 想着想着就走了神杯开水烫到了手 下角这一幕被进来的郭东海看到 他将莫莉带到了医院 处理完伤口后莫莉像风味一样 疯狂地冲洗自己受伤的手 他想要摘掉那枚戒指 想要与木建峰重新来过 最后不死心的莫莉来到了木建峰家楼下 他期盼着在这里能够看到木建峰 结果看到的却是那大大的喜字 这一刻莫莉的心都要碎了 他拼了命地想要救出木建峰 没想到确实为他人做了嫁衣 回去后的莫莉主动给郭东海打去了电话 忘了变化的莫莉再次戴上了那枚戒指 还深知这一次再也没了摘下来的理由 这个男人也只能深深埋藏进心里 他们就这样错过十年 十年凤木建峰带着七尔凯旋跪来 十年的原件生涯让他一为国 就有了很高的待遇 可木建峰的理想并不在此 他想要脱离机关下海经商 而他和莫莉的缘分又在悄悄拉近 原来莫莉早在两个月前 就与丈夫协议离婚 刚回国就成为了医院外科主任 他负责的病人舒教授 是木建峰一直想要合作的对象 这日在舒教授开展座谈会时 没有邀请韩的木建峰直接冲了进去 结果在这里遇见了夺日未见的莫莉 他们二人相互对视了片刻 爱与世公共场合彼此并没有打招呼 银舒教授误以为木建峰是个奸商 于是对木建峰的到来还是硬了 最终在双方中文中再次就及复发 围到医院后的舒教授 向莫莉说出了自己对木建峰的看法 莫莉深知研发交换机通讯事业 是木建峰一直以来的理想 他更想要把国外的先进技术引进国内 然而在那个年代他理想属实有点空 更会有很多人认为木建峰是在白日做梦 其中就包括木建峰的妻子赵一琴 在他听说木建峰想要搞研发时 直接给了他一个否定的态度 虽然莫莉与郭东海已经商议了离婚 可在莫莉回国后 郭东海又再次反悔了 为了讨好莫莉 他常常游寄一些东西回来 就连莫莉吃得住的 以及单位的人情往事 都是郭东海远程操控的 虽然这条司机莫莉喜欢许久 可如今带上却没有一丝的快乐 甚至认为他们都是一些负担 郭东海的远程操控让他倍感压力 忘了电话的莫莉深感无奈 这段互相折磨的婚姻他煎熬了十年 这一次他不想再心软 誓死也要与郭东海划清界限 这天是老战友聚会的日子 赵益晴不明地感到不安 他早在几天前就知道莫莉已经回国了 虽然穆建峰主动说明了相见的原因 可赵益晴还是有些吃醋 更是不禁地感叹是世间的巧合 赵益晴是无惧系地询问了他们相遇的经过 穆建峰看出来赵益晴有些反常 当即便提取消这次聚会 可赵益晴却认为深重不怕影子歪 该面对的迟早要面对 于是他们一起来到了捕鱼山庄 在这里和老战友们相谈善话 情当深处大家伙唱起了对歌 结果在唱到尽情的时候 莫莉悄悄来到了现场 莫莉的再次出现 让穆建峰瞬间变得沉默 而这一切也被妻子赵益晴看进了眼里 为了缓解尴尬她主动上前迎接莫莉 并向大家介绍又来了一位老战友 磕手拿红酒的莫莉却不知该坐在哪里 场面一瞬间变得安静了下来 大家都深知他们二人过去的情分 最终还是不欲起身主动让出位置 因莫莉带来了一瓶红酒 穆建峰主动提出大家一起尝尝 可赵益晴明显有些吃醋 莫莉是她心中一直难以拔出的词 她不想穆建峰与莫莉有任何交集 即便是喝同样的红酒也不行 别喝这个 穆建峰看出来了赵益晴的反常 于是便乖乖喝起了果汁 这一切也都被莫莉看进了眼里 她不禁的回心笑感叹赵益晴的小气 自己果然已经扎进了她的心 很快他们二人迎来了单独相处的机会 分开十年后的第一次聊天 双方却不知从何说起 只会看着对方傻傻地笑 他们二人聊天的这一幕 被进来的赵益晴全部看进眼里 随即她便命名儿子去叫走穆建峰 看见眼前这个乖巧懂事的孩子 莫莉的心里莫名的酸楚 原本这一切都是属于自己的幸福 而如今的自己依旧孤家寡人 穆建峰却是一家三口其乐融融 这样温馨的画面是莫莉可望而不渴求的 穆建峰离去后 努力一遍别用水冲洗自己 与其说是洗脸 倒不如说是在眼袋流下的泪水 十年后的她还是无法坦然面对过去的感情 到家后穆建峰接到战友的电话 大家伙都想跟着穆建峰一起创演 身为曾经老虎连的连长 穆建峰当场夸下海口答应了大家 可他们的对话却被远处的 朝一晴听的一清二楚 一直以来他都不同意穆建峰创演 只希望他安安稳稳地在机关待着 不倾家荡城 我赵一晴就白跟你这十年 你快醒醒吧 别再做梦了 我的盖子笔 我的盖子笔是莫莉曾经最爱的书籍 讲的是男人为了获得女人的芳心 一路创业成功的故事 赵一晴一直认为穆建峰想要创业 就是为了证明给莫莉看 她打从心里都不了解穆建峰的理想 而莫莉则是最了解穆建峰的那个人 为了让穆建峰搭讪上书教授 她深入了解了交换机的相关理论 又通过跟书教授聊天 得知了她拒绝合作的原因 穆建峰经过莫莉的暗示 似乎明白了一些 于是她来到了即将倒闭的华耀工厂 这里曾经是书教授战斗过的地方 即便工厂如金负债累了 穆建峰还是决定买下她 最终穆建峰被这赵一晴取出了所有家当 并和老战友们一起凑钱买下了工厂 而这面毫不知情的赵一晴 竟把所有的矛头指向了莫莉 她认为是莫莉友宜接近穆建峰 买乱了他们原本的幸福生活 这么多年过去了 赵一晴的不自信被莫莉禁收眼底 男人只是与情友在窃谈工作 却被妻子误以为她背叛了自己 直接上去一巴掌打向了莫莉 殊不知这一巴掌也就此葬送了自己的婚姻 原来穆建峰为了创业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就连买房子的钱都没有留下 她的冲动让赵一晴很是伤心 赵一晴认为穆建峰为了在莫莉面前 证明自己的能力 连他们母子的安慰都不管不顾 最终她一气之下选择了去山庄度假 只给穆建峰留下了一封告别信 他们母子的离开虽然让穆建峰有些难受 可眼下当务之急就是抓紧把场子建起来 让赵一晴母子过上幸福的生活 于是穆建峰在莫莉的帮助下 终于见到了想要合作的舒教授 结果对方去认为穆建峰诚意不够 随便拿个山寨产品赋弄自己 一气之下轰走了穆建峰 舒教授的一股行让莫莉很是愤怒 我一去为您磕一百万丢呢 但是绝不可以玩 弄的是别人的梦想 莫莉的话让舒教授颇有感触 更是怀疑自己是否误解了穆建峰 于是舒教授来到了华耀工厂 经过学问才得知 那些产品都是穆建峰亲历而为 而正面的穆建峰 在遭受打击后来到昭一晴所在的山庄 这一晚他独自一人喝起了闷酒 想起这一路走来的不容易 眼看着工厂就要建起来确实痴请不来舒教授 结果一不小心喝得不省人事 莫莉突然接到了舒教授的电话 让他帮忙约见一下穆建峰 依穆建峰喝多一直联系不上 于是莫莉给穆建峰发去短信 不料短信好巧不巧地被赵益勤看到 赵益勤当即便记下了莫莉的电话号码 莫莉在等着穆建峰回店时 意外接到郭东海的电话 电话里他们二人因离婚的事情争吵不休 最终莫莉一气之下挂断了电话 下脚这时赵益勤的电话打了进来 莫莉误以为是郭东海再次骚扰自己 你觉得我们这么纠缠下去 到底有什么意思 赵益勤误以为莫莉又和穆建峰又到了一起 伤心的她有了想要离婚的念头 第二天穆建峰一醒来 就看到了莫莉的未见来电 在她不回去时知道了舒教授的心意 于是便马不停提地赶了回去 而赵益勤为了抓的现行也一路尾随了上去 果然在莫莉他们堂安工作出来时 被赵益勤堵个正着 赵益勤生气地给了莫莉一巴掌 穆建峰本想拉走赵益勤去被莫莉拦下 莫莉想要问个清楚到底为何要这样 你知不知道十个穆益勤加在一起 也给不了你这样的高级事 你要是真的看得上他 我现在就可以让他 看来就有跟你说过了十年的男人 在你心里也不特别样吗 事已至此 赵益勤早已没了再继续终争下去的意义 最终伤心的她选择了退出这段感情 莫莉本以为穆建峰会安慰自己 会了解自己所受的委屈 没想到穆建峰却毫不犹豫地追了出去 穆建峰想要跟赵益勤解释清楚 可任凭她如何诉说赵益勤都不愿意相信 穆建峰虽然曾经深爱着莫莉 可自从她决定娶赵益勤那天开始 就放下了过去的感情 全心全意地对待赵益勤 结果十年的婚姻换来的却是不信任 这一次他们的婚姻也走到了尽头 而正面的莫莉在下班后 意外发现家里来了一位不速之客 她甚至终于到了跟郭东海谈判的时刻 郭东海最后一次给了莫莉选择的权利 左手边是一栋豪华别墅 而右手边则是一份莫莉渴望自由的离婚协议书 没想到莫莉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自由 即便莫莉做得很是无情 可郭东海还是想给彼此一个机会 她声称自己已经辞去了国外的工作 选择了回国与莫莉共同发展 然而任凭郭东海如何删情 莫莉都是一副誓死如归的样子 郭东海看懂了莫莉的坚定 于是她当场发誓 势必要拿回自己付出的一切 所把他们人果断在协议书上签了字 这一次郭东海真的放手了 放弃了这个不曾爱过自己的女人 莫莉的离开让郭东海把所有的怨恨 全部强加到了沐建峰身上 她动用一切关系让沐建峰失去了合作商 导致资金链发生了短缺 各大银行也不肯借款给她 最终老同事老战友们纷纷出钱 想要帮助沐建峰渡过难关 可沐建峰甚至大家伙挣钱不容易 工厂的未来她无法料到 沐建峰不想让大家伙跟着自己冒险 经其历尽的沐建峰回到家 看着冷冰冰的房子心里别样的酸楚 为了创业她伤到了赵益琴的心 更是再也享受不到家庭的温暖 这一瞬间沐建峰也开始怀疑自己 是否创业这个选择是错误的 经过一夜的思考沐建峰找到了赵益琴 当然醒悟的沐建峰突然看开了一切 她决定暂时把工厂进行下去 只要华耀走上位正轨 她就立马引就辞职回归家庭 从此不再提创意这两个字 说把沐建峰给了赵益琴思考的空间 可在她转身离去的一瞬间 赵益琴突然叫住了沐建峰 她不想让沐建峰这么的为难 同意了沐建峰去追寻自己的理想 可赵益琴只想听到沐建峰的一句实话 面对赵益琴的之后沐建峰没有助免回馆 她只是辨别地强调结婚十年以来 自己没有做过任何对不起赵益琴的事情 更是从说出结婚的那天起 就决定了与她相伴到老不离不弃 然而赵益琴想要得到的就是肯定回答 结果在她赞三的逼问下 沐建峰还是没有给她想要的答案 即便是撒谎沐建峰都不愿意说出口 最终赵益琴再次换了一个问题 她想要知道那晚沐建峰与茉莉到底发生了什么 这一次她彻底激怒了沐建峰 你能不能不要叫我辱我 我辱莉也不辱你自己啊 今日赵益琴主动找到莫莉 并告诉她沐建峰决定放弃创业 跟自己回家塌塌试试过日子 结果莫莉对沐建峰的冲动很是诧异 可更多的却是觉得可惜 虽然赵益琴已经决定了离婚 可她还是想让莫莉离沐建峰远一线 赵益琴一直认为莫莉就是一个红颜祸水 我就是你心里的一根死 你拔不出来 很像冷静的赵益琴却在惊捏冲动了一把 练过跆拳道的她将莫莉暴打了一顿 莫莉一瞬间成为了全院的笑柄 沐建峰在得知此情况后立马来到医院 和莫莉却不愿意跟她多说一句话 离了婚的她只想安安稳稳地工作 从未想过要插足莫莉的感情 没想到自己的存在 却成为了他人的眼中低肉中 莫莉甚至莫莉被伤得很深 此刻再多的对不起 也弥补不了给她带来的伤害 这晚受伤的莫莉刚到家 就被朋友看到了她的伤情 跟好友多次询问 莫莉都不愿意说出实情 最后无奈的她只好趁莫莉睡熟时 偷偷拍下她受伤的证据并交到警局 很快赵益琴也因此是被拘留了起来 可即便如此她也无怨无悔 并认为一切都是莫莉活该 最终警方告诉沐建峰想要保出赵益琴 就要先得到莫莉的原谅 于是沐建峰马不停蹄地找到莫莉 我什么时候抱得紧 你也无意思瞒木槿琴吧 我抱得紧 莫莉这才知道是好友做的 即便她披挂地满身伤痕 但也不愿意将这件事情闹大 于是莫莉让好友立马撤诉 随即便离开了这里 这一次她和沐建峰也彻底闹掰 虽然赵益琴被释放了出来 可她的心情却始终倍感压抑 沐建峰各种劝说都欲视无补 离婚到 这一刻沐建峰再也没了挽留赵益琴的理由 她的存在已经深深伤害了赵益琴 最终他们二人还是走到了离婚的地步 名字一千 从此一别两宽 往后一生更是不复相见 女人前脚刚与丈夫离婚 后脚就被一万身价的存级富豪看上 可刚刚对婚姻失去信心的她 早已对爱情失去了希望 他们二人的第一次相遇是在度假村 冯总对小易格外的喜欢 并故意挑逗小易 让她拿拐杖敲打自己残疾的双腿 还声称无论怎么打都不逃 赵益琴见状阻止了儿子的行为 一旁的助理则是配合冯总打了紧 虽然冯总身价过矣 可双腿残疾的她却是格外的暴躁 甚至认为身边没有依然会真心对待自己 自嘲成为了她的日常乐趣 赵益琴的话让冯总颇有感触 更是认为她是唯一一个证实自己的女人 在赵益琴与穆建峰第一次闹离婚后 迫切需要工作的她主动找到冯总 并希望冯总会给自己一份工作 于是赵益琴成为了冯总公司的一人 她上任第一天就是陪冯总去开家展会 原来冯总在双腿残疾后便与妻子离了婚 最宝贝的女儿也判给了前妻 为了弥补对女儿的亏欠 她常年赞助女儿所在的学校 这次受邀坐在主席台接受访问 可不知为何女儿却让她必须提前一个小时 路上冯总格外的紧张 这么久以来她第一次被女儿重视 可因路上堵车 冯总却没有做到提前一个小时入场 直到这一刻冯总才明白 女儿让自己提前来的原因 如果她能提前入场 就不会有同学发现她的残疾 自己的存在对女儿来说就是一个屈辱 即便她再有钱也登不了台面 无处发泄的她只能冲着下人发火 赵益勤深知冯总的委屈 外表强悍的她却有着一颗玻璃心 因曾经的那次意外让她失去了双腿 舅子在睡觉的时候 冯总习惯性了必须牵着手才能入睡 身边贴身助理换了无数个 可却没有一人能坚持住 这日助理叫赵益勤顶替自己一会 烦闷的她要偷偷出去逛下街 结果因冯总睡得太久 提倦的赵益勤便就地睡着了 醒来的冯总在看到赵益勤的这一幕 有种莫名的心安 可聪明的她还是装作毫不知情地继续入睡 回来的助理偷偷替换了赵益勤 并假装是自己一直可以在跟前 醒来的冯总故意将赵益勤叫到跟前 赵益勤健壮只好谎称没有注意 然而冯总可不是惯孩子的人 她直接扔了一台钞票 逢助理离开 她是双腿残疾的亿万富豪 却意外爱上了这个刚利益的助理 可众人的闲言遂与让女人不敢靠近 于是便选择了离开男人的公司 赵益勤的离开 给冯总带来了很大的打 虽然她身价百依身边女人无数 却一直为曾文真心对待过 只有身为助理的赵益勤 对冯总一事同仁 更是多次带冯总体验普通人的生活 第一次逛超市的冯总开心地像的孩子 对所有东西都感觉很是新鲜 这两个被感情所伤过的人 同时对彼此进行着救赎 赵益勤将冯总带回了家 并亲手为她做了几道小菜 没想到尝尽山珍海味的冯总 竟然特别喜欢赵益勤的手艺 更是有了一种家的感觉 可是她深知赵益勤有自己的家庭 冯总不敢对她有过多的想法 但好景不长 很快赵益勤电影幕间锋离了婚 她认为单身的自己不该与冯总走得太紧 于是再为冯总做最后一顿饭号 选择了主动离职 并说朋友的公司急需自己帮忙 冯总猜出来了赵益勤的顾虑 在赵益勤起身想要离开时 她不舍得一把抓住了赵益勤 并祈求赵益勤可以留下 最终无奈的赵益勤直接一把甩开了冯总 这一刻冯总深刻意识到 身为残疾的她根本不能带给她人幸福 更是没有享受幸福的权利 正面离封后的沐建峰 将全部心思都投入到工厂里 更是为了让工厂运转选择了高价借口 好在功夫不负有新人 他们研发的第一个产品终于成功 而沐建峰也因多日的连轴工作而当场晕倒 恰巧成为了莫莉负责的病人 看着疲惫不堪的沐建峰 她既心疼又生气 因莫莉不知道沐建峰已经离婚 为了避嫌她故意表现出一副冷漠的态度 可到了晚上不放心的莫莉 又以职业班的民意 在办公室守护了沐建峰医院 第二天医院的老战友前来看望沐建峰 并指责他生这么大的病 为何不告诉赵乙琴 最终沐建峰说出了自己离婚的消息 很快王医生便将此事告诉了莫莉 这个消息让莫莉很是惊讶 他没想到赵乙琴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虽然莫莉一直没有忘记沐建峰 可这个消息并没有让他感到开心 相反则是深深的自责 身体恢复的沐建峰很快便投入工作 深夜没吃饭的才来到一家饭馆 结果在这里偶遇了莫莉 这是他们二人各自离婚后的第一次见面 虽然这段感情中间不再有其他人的阻碍 可他们却不敢再靠近彼此 更是说出了最痛最狠的话 离婚后的莫莉期待着自己的新生活 因他工作努力享受了单位的分房待遇 这也是他十多年也爱 第一次拥有属于自己的小家 他想证明离开郭东海自己样能行 可好景不长 这日沐建峰的战友找到了莫莉 并告诉他沐建峰为了盘活工厂 在外面建了很多高利贷 而莫莉的前夫又对工厂打压 导致他们一时间没了方向 他希望莫莉可以帮忙跟郭东海说说情 让他不要四面围堵场子 莫莉认为郭东海之所以这么做 就是为了报复自己 于是他生气地找到郭东 警告他不要再对沐建峰下手 可郭东海哪里会听莫莉的劝说 最终他们二人落了个不欢而散 回去的莫莉看着新装修好的房子 心里有种莫名的酸楚 为了沐建峰他决定卖掉这个房子 虽然内心有一万个不舍 可在他的心里 没有任何东西比得过沐建峰 沐建峰刚到公司 就收到了债务偿还完的清单 他不可思议地回到办公室 竟然发现是莫莉帮自己还的 沐建峰认为男子和大丈夫 岂能靠女人创业 他刚想要拒绝莫莉的善举 就被莫莉拦住了话 因为这次莫莉要以大股东的身份入住法一样 他所要的股份更是把沐建峰吓了一跳 可即便知道这是个亏本的买卖 沐建峰也在无别的选择 就这样他们二人成为了合作伙伴 莫莉不及让沐建峰大批量的阅读管理的书籍 还为了让他融入上流社会的圈子 给沐建峰挑选了合适的西装 这晚有一个众傲商业聚会 参加的人都是各路商场精英 莫莉希望沐建峰可以通过这次机会 为公司招商引资 结果在这里遇到了郭东 他的话让沐建峰感到了自卑 更是有了一种前所未有的羞辱感 在接下来的演讲环节 沐建峰更是紧张得不知该如何张口 他为了薛长华要做了很多准备 却因为郭东海几句刺激的言语而发挥失常 主持人一气之下要抢走沐建峰的话头 结果他的行为彻底激怒了沐建峰 台下人对沐建峰的话深有感触 全场更是为他响起了掌声 看着他们二人离去的这一幕 波东海妒忌的心又载起波兰 虽然是身价上千亿的霸总 但最终还是维琴所困到一并不起 下人多次带人查看都被轰了出去 无奈之下他们又再次找到赵益琴 希望他可以去见见冯总 思考之后的赵益琴 还是给冯总发出了短信 并提出明天会带着儿子去看望他 堂堂霸总竟然还有只害羞的一面 通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赵益琴也逐渐适应了冯总的存在 他更是怜悯这个男人的经历 为了能让冯总再次振作起来 赵益琴答应会多次前来看望冯总 可暂时还不想提及到感情方面 接下来的日子里 冯总天天来到赵益琴工作的地方 躲在远处偷偷观望 只要能看到他的笑容 冯总的心里就特别踏实 赵益琴远远地望去 发现那被打的人竟然是冯总 惦记得他立马冲了下去 看到他受伤的样子心里莫名的心疼 可人凭赵益琴如何劝说 冯总就是不肯去医院检查 只想赵益琴陪在身边照顾 被刺冯总握着赵益琴的手 睡得格外的踏实 小时候被哥哥撒手导致身体残疾的他 只有握着手才能安心 可自从认识赵益琴后 他就没再牵过任何助理的手 正面的沐建峰原本是已一路嘲讽 不知为何却突然转变了发疯 想要将公司卖给郭东海 他的突然先殷勤反倒让郭东海挤了一心 算是没能接受沐建峰的突然是好 可即便如此 沐建峰还是心一觉 大家活在得知此时候集体起义 但沐建峰依旧坚持自己的想法 当晚他便带着当初茉莉的入股合同 逼迫茉莉退出公司 沐建峰这一系列的操作 让茉莉很是伤心 他从未想过沐建峰 竟然是个过河拆桥的男人 最终茉莉一气之下签了字 这晚郭东海主动来到了茉莉家楼下 表面上是讽刺茉莉选错了人 而实际上则是来探听虚实 结果他的到访却让茉莉察觉出了一场 茉莉愿为沐建峰这么做一定利有缘 于是这次他再次选择了相信沐建峰 果然在签约这天 眼看着双方马上达成合作 和沐建峰关键时刻却接到了一个电话 挂了电话的他决定工厂不卖了 原来这一切都是沐建峰的计策 他表面上牵制着郭东 放松警惕与自己合作 可贝地里却让手下去拉了一个政府大单 这单到手滑药就可以起死回生 闯出自己的一片天地 事情刚告一段落 沐建峰就迫不及待地来找茉莉解释 但茉莉认为沐建峰一直隐瞒自己 就是对他的不信任 十年来沐建峰一直在等的都是沐建峰的表白 没想到等来的依旧是占有关系 看不出眉眼高低的沐建峰 照常不误的每天来接茉莉下班 可这次茉莉决定整治一下他 损去哪儿 电影人 沐建峰美滋滋地跟茉莉来到电影院 却发现只是充当了一次茉莉的司机 而陪他看电影的则另有其人 不死心的沐建峰费尽心思坐到了茉莉身旁 并有意无意的各种与茉莉搭讪 这让一旁的追求者大卫很是愤怒 这一刻的茉莉很是享受这种感觉 起码他知道了沐建峰在意自己 电影结束后 沐莉跟大卫来到了戏餐厅 而沐建峰则是在门外一直等候 大卫虽然一直在追求茉莉 可他看出来了茉莉在乎的人是沐建峰 自己只是充当了自挡箭台 即便如此大卫也心甘情愿地被茉莉利用 就这样茉莉在大卫面前 毫不保留地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出来的他们二人故意表现得格外亲热 沐建峰则是不死心地将茉莉一把拽上了车 因大卫与茉莉是邻居 于是毫不意外他又再次坐了顺风车 粗意大发的沐建峰想要送茉莉回家 结果却被茉莉拒之门外 这一晚的沐建峰心情很是压抑 他主动约出老战友一起吃饭 并想要向他打听茉莉的最新动向 没想到战友却一与金子梦中人 他提醒沐建峰十年前他们二人的错过 就是因为沐建峰的犹豫不决 如果这次再不知道主动一些 可能有一辈子错过彼此 这一刻的沐建峰突然拍了翘 第二天他便手捧鲜花来到了茉莉家 更是主动约茉莉一起过情人节 这一晚的沐建峰不再含蓄 他主动向茉莉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还真是个钢铁直男 就连追求女人都要打个报告 看到茉莉的微笑他便有了信心 当场发誓不管追击的道路多艰难 这一次他都不会放弃 可令沐建峰没想到的是 第二天茉莉便带队去了乡村之园 生气的沐建峰在得知此情况后 立马追停了大客车 并要求茉莉跟自己下车 说吧沐建峰强行将茉莉拉下了车 让他给自己一个说法 为何要突然离开这里 没想到茉莉去只是带队将大家伙送去 过几天就会回来 摩迪的话让沐建峰很是惊艳 更是为自己的冲动感到难堪 听完沐建峰二话没说 又将茉莉的行李送回到了车上 通过这一次的小插曲 他们终于确定了这层关系 爱情事业双丰收的沐建峰 还不忘那位已经与自己离婚的前妻 他时常就给赵益琴送去很多抚养费 可赵益琴认为钱财是自要的 还希望沐建峰可以多陪陪小艺 于是这个周末 沐建峰和茉莉带着小艺选择了去交友 结果刚到地方沐建峰就有时提前离开了 茉莉陪着小艺一起踢球 在他们二人玩着正开心时 足球突然掉到了马路中央 小艺只顾着捡球完全没有看到冲来的车辆 好在关键时刻茉莉冲了上去 一把抱过来了响意 而茉莉的头则是重重地撞到了石头上 赵益琴文讯立马赶到医院 并生气地大骂茉莉是故意报复自己 故意把所有的仇恨强加到儿子身上 任凭赵益琴如何责骂 茉莉都没有缓口一句 她很是理解一位做母亲的心理 在赵益琴带着孩子离去后 茉莉还继续劝说穆建峰去看看小艺 不用留下来陪自己了 结果在穆建峰刚离开 茉莉就体力不支地运了过去 回去的路上小艺向母亲解释了缘由 并说是茉莉哀救了自己 赵益琴这才知道是她误会了茉莉 茉莉这面一脑震荡 昏迷不醒 已经这样缝缓恶恶睡了三年三夜 穆建峰则是不眠不休地陪伴在她的身旁 他们的爱情刚刚迎来春天 她不想茉莉就这样离自己而去 好在茉莉终于扛过了这关 醒来了她在看到穆建峰的这一幕时 心里莫名的有些感动 赵益琴这面依旧每天去照顾冯总 可他们二人始终都是恋人未满的状态 这天恰巧冯总的前妻和女儿也来到了这里 他们每次来都是有利所图 前妻让冯总出去自卫女儿买套房子 但冯总认为女儿太小 不应该过早的出张浪费 更用不上买那么大的房子 就这样双方意见不合争吵了起来 女儿更是一气之下想要拿走父亲的名画 前妻的话让冯总深有感触 更是拒绝拖进了她的心窝 自己这么大的人还要靠女人保护 冯总更是认为 赵益琴不应该在自己身上浪费时间 最终她委婉地拒绝了赵益琴的好 刚刚还争吵不休的两个大男人 结果此刻却颓背幻展地做到了一体 能让这两位商场精英成为了兄弟 全部败奈地吃里扒外的郭东海所赐 原来郭东海为了打压木建峰 想要引进国外的技术 在多次尝试失败后 他便使用了音招 故意对外宣称法药集团 抄袭他们的专利 虽然这是个迅无缥缈的事情 但木建峰短时间内受到了影响 各大银行都会纷纷出稳资 他想要逼着木建峰资金链出问题 因这个专利时 苏总工经历了多个日日演演 才研发出来的产品 在听说别人指责自己抄袭时 他急火攻心直接一并不起 最终经过抢救也是无力回天 零中前苏总工还不断喊着冤枉 他的离世给木建峰带来了巨大的打击 苏总工是木建峰的良心一友 更是他创办公司的精神支柱 这一刻只有莫莉了解木建峰的心情 他认为此刻最应该做的 就是还苏总工的清白 莫莉为了帮木建峰讨回公道 生气地冲到郭东海的办公室 大骂他为了利益损人不利己 更是说出了苏总工离世的消息 虽然郭东海商场上用过各种手段 可他却不想伤害任何人的性命 为此郭东海也感到深深自责 看着莫莉伤心离去的背影 郭东海意识到自己这次完大了 可是一至此已经没了回选的余地 走投无路的木建峰主动找到了冯总 只要冯总能答应给自己投资 华耀就能挺过这一关 原本冯总很是排斥木建峰的到来 结果只是几句话的功夫 他就被木建峰的爱国精神所打动 就这样他们二人成为了合作伙伴 更是在这一夜喝个不醉不归 第二天木建峰前脚刚离开 赵艺琴就被冯总派人接到了别墅 并说出了自己打算帮助木建峰的想法 他想要听听赵艺琴的意见 可令冯总没想到的是 虽然木建峰将赵艺琴伤得很深 但赵艺琴还是没有说出他的半句坏话 还说当初离婚就是为了成全木建峰的创业戏 看来我的决定是正确 听完冯总的决定赵艺琴必要起身离开 可这一次冯总想要勇敢一回 他不想再错过这么好的女人 你的心里才能不能撞下第二个 我总管有没有这个福气能跟木建峰一样 在你心里拥有同样的位置 值得 爱 是不问值得 我不值得 这是一场迟到十年的婚礼 莫莉终于如愿所长嫁给了木建峰 然而你们不知道的是 这更是他们节后重生的喜悦 因落地有传染性病毒发生 莫莉再对去了当地之远 工作级任务中的莫莉手机一直都是关机状态 毫不知情的莫建峰在来医院盼望莫莉时 从电视里看到了一句情况 他这才知道莫莉是总负责人 当地多名医护人员也相继病倒 这个消息让木建峰很是担心 于是他连夜赶去了莫莉所在的地方 并为当地人们带了很多物资 正面的莫莉中就没能抵过病毒的入侵 还没等木建峰感到他便一病不取 木建峰得知此情况后 让工作人员帮忙连线 他想要亲自唤醒莫莉 木建峰一遍遍喊着莫莉的名字 命给他带来了一枚婚件 他们二人错过了十年 这次木建峰不想再放开莫莉的手 在木建峰的歌声中 莫莉终于战胜病毒清醒了过来 很快他们迎来了这场迟到的婚礼 为了这一天他们等了十年胖十年 虽然中间经历过很多不如意 但最终还是走到了一起 赵益勤也终于打开心结 带着小益前来祝贺他们二人 她的到来让冯总看到希望 我相信这对有情人 最终也能终成眷属 好